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多人模式修复 更新修复说明 1.2版本活动全曝光 无望者新皮肤来了 明朝1.2纵限定五星 所需条件放出 这下朋友费真给足了 在7月31日下午3点45分 明朝紧急修复了多人模式的bug 并且发布公告表示 修复了在多人游戏模式下 有概率出现低索拉等级漂泊者 可一常进入高索拉等级漂泊者世界的问题 估计这bug在没修复之前 应该会有不少低索拉的漂泊者 借此机会去高索拉等级漂泊者的世界 刷材料道具 毕竟低索拉爆出来的道具比较少 然后是关于接下来1.2版本的消息 关于1.2版本的活动 目前已经被全部曝光出来了 包括两位新角色 泽姿、嘉向里、LBR测试的技能 武器升级材料、活动等相关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 送五星角色向里奥的消息竟然是真的 不过目前也只是爆料信息 并没有明朝官方的前瞻消息 所以看看就行 千万别擅自期待 紧接着是签到活动 据悉1.2版本也将会有7天签到活动 奖励跟1.1版本的签到活动一样 都是送五抽常驻卡池和五抽限定卡池 然后是肉歌模式深醉意向奇境更新 猜得没错的话 这次开放试玩角色应该有折之嘉向里奥 四星角色应该轮到丹井和渊武了 新深醉意向奇境奖励除了1000星星 还有无望者的新皮肤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支持 根据测试符消息整理来看 赠送限定五星的活动再次被提起 如果真是官方安排 那明朝这边也太大气了 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玩家加入 同时还能赚个好口碑 其实在很早之前 测试符那边就放出了准备赠送向里奥的消息 但后续被官方隐藏了 所以很多玩家都觉得不太可能 毕竟刚三个版本就送强度在线的角色 并不利于官方流水的增长 但如果真的送了 也能明确官方的态度 提升玩家好感度 根据测试符的消息来看 能够获取向里奥的活动名为追悦节 简单来说 就是为了中秋而准备的一个大型版本活动 总共有七个部分 比如剧情、模拟经营等 想要获得限定五星向里奥 除了需要玩家追悦节人气值到达6000分之外 还需要玩家连绝等级到达17级 并且完成第一张第三幕 笨测后残星的任务才能拿到 要注意 若存在未领取的奖励 在活动结束后一年内登录游戏 奖励将会随通过邮件进行补发 看来为了照顾一些比较粗心的漂泊者 官方还是很贴心的 也就是说 玩家有一年的时间领取邮件内容 过期后就会消失了 以上资讯为测试符玩家整理 数据来源MC内鬼吧 预计近期明朝官方就会发布有关1.2版本的前瞻资讯 各位漂泊者先了解一下内容即可 实际效果还要以官方为准哦